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跟大家聊聊台湾啊聊聊疫苗的事情啊 台湾那边媒体已经宣布了啊 宣布什么呢 中国败仗了 中国打败仗了 中国输了 哎呀那个什么就因为什么呢 一千万剂的那个BNT的疫苗 签约成功了 然后中国输了 很多的大陆的网友可能很好奇 中国到底输没输啊 让我来看啊 中国真输了 真中国真的是输了 中国大陆啊输了输了啊 大陆在这场蔡英文赢了 蔡英文赢了赢麻了 你知道吗 彻底全麻 从头到脚都麻了 你这一麻两次 麻他们二百多次都有 这一位 为什么为什么中国输了呀 啊为什么中国输了 这是一场仗吗 中国确实输了 中国确实输了 输给了蔡英文 然后的话把疫苗拿了出来 然后呢给了谁呢 一般的台湾人 一般的台湾人总算有疫苗打了 一千万剂不多 也不少 然后他能够和五百万的台湾人 应该能打得上了 挺好啊 让台湾人打到了 对不对 你一般的台湾人打到了呀 嗯 就这样的简单 你从这个事来看的话 你看得很清楚啊 如果啊 那个复兴 然后的话就是不同意啊 就是不同意 你必须得 那因为什么呢 我复兴是中间的中间商啊 那个什么我就得加那个什么什么的 你有本事你直接跟德国辉瑞的药厂去买啊 你买的来吗 还是经过复兴啊 复兴让步了 大陆让步了 老共让步了 老共输了 没错啊 是输了 让步了 我们确实让步了 但是为什么让步呢 为了让一般的台湾人打上疫苗啊 为了让一般的台湾人不要再死在厕所了 为了让一般的台湾人不要在家里边孤独的病死了 为了让一般的台湾人不要死在大街上了 大陆输了 老共输了 没有错 确实是输了 让步了 然后呢 我们那个什么 什么你们要求 不要打上什么上海复兴的标 不要用什么复兵态 没问题 可以 我们输了 我们让步了 老共让步了 上海复兴药厂让步了 一般的台湾人打上疫苗了 对 就是这样啊 很多大陆朋友想明白了吗 台湾的朋友们想明白了吗 嗯 如果说大陆不让步 如果说大陆不输 你跟德国的辉瑞去买买的来吗 嗯 你去跟美国人买呀 莫德纳呀 去买呀 买的来吗 嗯 不是大陆输 不是大陆让步 台湾能有这个疫苗来打吗 能有BNT来打吗 打AZ 对不对 持续的打AZ 死多少人了 打AZ疫苗 死多少台湾人了 大陆输了 大陆真的是不想看到台湾人 一般的台湾人 穷苦的台湾人 没有办法 什么去美国打疫苗 来大陆打疫苗 手兜里没这个钱的 一般的台湾人 穷苦的台湾人 能够打上疫苗 大陆让步啊 对不对 大陆允许啊 可以让步啊 有什么不能让步呢 大陆输了 可以啊 一般的人 一般的台湾人 打上这个疫苗了 就这样 台湾人 看明白了这个事了吗 关于这个BNT啊 签约的事情 其实很有意思啊 很有意思 伤害复兴那边 也有内部的一些文件 也透露出来了 然后的话跟什么慈忌啊 然后跟那个什么 那个台积电呢 跟跟富士康啊 然后的话都签了 然后都签了 这个三方啊 签的一个合同 签了一千万剂 签了这一千万剂之后呢 然后的话 合同上面直接要求了 你们是从我这买疫苗 没有错 但是的话 我是希望你们把这个疫苗 拿去赠送给台湾人啊 文件上都有这个 都有这行字啊 文件上都有这行字 我会发出来给大家看呢 对不对 台湾人 到时候会不会花钱打疫苗呢 9月份来 会不会花钱打疫苗呢 又是一个问号 又是一个问号 其实大家可以慢慢来看吧 其实这个疫苗的新闻啊 真的是 大家就能看得出来 就包含什么国民党啊 包含什么民进党 你看看在疫苗这新闻上 都在扯什么皮 天天扯什么皮 一直以来 我跟大家聊台湾的疫情 相关的新闻 就六个字 就六个字 哪类个字啊 隔离啊 然后的话 那个那个普筛啊 隔离啊 然后的疫苗啊 哪件事台湾能做好呢 啊 哪一个民进党 哪一件事能做好 国民党哪一件事能监督好 那这两个党 那这两个党 一个执政党 一个啊 最大的在野党 一个执政党你做事的 对不对 嗯 普筛隔离 然后的话 疫苗 这六这六个字 你执政党哪个 哪个字做好了 啊 那个在野党 应该监督这些事情啊 监督解决这场疫情啊 你要普筛啊 你要隔离啊 然后的话 你要你要有疫苗啊 然后的话 你这个国民党 现在做什么了 什么都没做 就拿这个BNT来说的话 大家都看得 看得很清楚啊 这这一直以来的新闻 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 早早一年 一年多啊 都知道 台湾人也都知道 大陆的也都知道 然后的话 辉瑞BNT的亚太区的 那个销售的权啊 就是给了上海的复兴 然后的话 你台湾不知道吗 啊 你台湾不知道吗 然后的话 有本事 就像之前说的 有本事 你那个什么 你直接跟德国药厂去买啊 可以啊 德国药厂肯定会怀疑 你是不是要坑我呀 为什么呀 只要德国药厂敢卖 上海复兴就得告啊 不然的话 上海复兴干嘛花着钱 去买这个代理权呢 对不对 干嘛花钱做这个生意呢 不做这个生意的好了 你成天绕过我去做生意 我只能去告你了 你先把我的钱赔给我呀 德国的辉瑞药厂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不要以为 只要是药厂 都是大企业 辉瑞是一个小公司 生产BNT 辉瑞疫苗的这家公司 是一个小公司 这个小公司 然后的话 你台湾想要跟 直接跟他去买 然后的话呢 大陆这边上海复兴 肯定得告他呀 谁都知道一个事情啊 你不能让人 让上海复兴花这个钱 对不对 白花了 那我那以后呢 都这么绕着去买 都找总厂去买 对不对 找什么代理商啊 药代理商干嘛 干嘛使的 都直接找药厂好了 对不对 所有所有的所有都这样操作 那代理死了完事 是不是啊 白花那钱了 我这印象没记得没错的话 应该花了好像一亿美元吧 然后买下的代理权 一亿美元 谁出啊 啊 我们大陆人出 对不对 我们大陆人出就没事了吗 凭什么呀 啊 凭什么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凭什么呀 台湾啊 你知道吗 你一直以来 包括像什么陈时中 说的都是什么话呀 哎呀 那个什么 我们有法律啊 导致我们不能接触大陆 不能购买大陆疫苗 包含BNT 为什么呢 BNT是在上海复兴的手上吗 有代理权的呀 陈时中直接给的解释就是这个 我们不能那个什么 我们不能跟大陆接触 我们有法律啊 然后呢 那怎么就变成大陆的阻碍了呢 包含你看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新闻里面写的内容啊 然后的话都是大陆阻碍的 然后的话大陆打败仗了 然后都是因为中国多方阻挠 那那我想请问一下 那你们的法律 怎么就做我们阻挠了呢 我们大陆阻挠呢 你们自己定的法律啊 陈时中自己都说了呀 就因为自己的啊 那个什么法律定好了 我们不能跟大陆的这些企业接触 对不对啊 大家可以看看这些事情 这个新闻好不好玩 台湾人好好看一看 就像我之前说的 好好地看一看台湾啊 民主啊 自由啊 真民主真自由啊 我们能够选出来 我们自己想要的啊 总统 你想要的疫苗 你能你的选票能弄来吗 嗯 你的想要的疫苗 你能弄来吗 天天跟大陆对抗 天天大陆对抗 中国吃百账了 中国输了 有意思吗 啊 有意思吗 这个是赢了输了 有什么意思啊 台湾多死了多少人 疫苗晚来那么久 台湾多死多少人 谁心疼一般的台湾人呢 就像我之前说的 谁心疼一般的台湾人 顶层的人 去美国的打疫苗 去来大陆 厦门上海 去打疫苗 都早打上了 你知道吗 早打上了 每一个人都打得好好的 我跟你赌啊 立法会里边 每一个立法会的议员 立法委员 每一个人都打了 不是打美国的 又是打大陆的 早打上了 人家连AZ都不在打的 一般的台湾人怎么办 上面的两个档子 应该唱大戏玩 谁他们都不说实话 谁都不说实话 没有一个人说实话呢 然后的话 就拿疫苗 这么缺疫苗 全世界都缺疫苗的 一个情况底下 没有一个人说实话 美国 指望美国 美国给我疫苗吧 莫德纳 我要莫德纳 好疫苗 美国给吗 250万剂啊 还是你拿台积电的芯片去换的 换来之后呢 250万剂够谁打的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聊的 台湾这个社会 中上阶层 100多万人口 我觉得够了呀 对不对 100多万人口 打上这250万剂 可以了 只要稳住台湾的中上阶层 底层的 你们爱死死去 谁管呢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 好好的台湾人 好好的对比一下大陆吧 大陆的疫苗的 为大陆的疫情的防控 就拿武汉来说 就拿武汉来说 武汉刚开始 根本就是发生疫情之后 根本就没有学习啊 就就没有可以学习的模板 你说学谁 武汉第一个啊 大规模爆发起来的一个城市啊 没有 你说学谁 学学不来 你知道吗 谁有先进经验啊 防控这场疫情 新冠疫情 没有 结果老公是如何做事的 放弃掉经济利益 放弃掉经济利益 封城 现在一直跟大家强调 武汉1000多万人口 然后他上面里面有什么芯片行业 有学校 各种各样的企业 武汉在大陆不算是一个 是一个小城市啊 也是省会级别城市里面 比较不错的一个呀 说封城就封城了 封城损害 损失的是什么样的利益啊 全是经济利益啊 企业啊 货运不出去啊 生产的货运不出去啊 需要的原材料进不来啊 就是封城 说封城就封城 保护了谁的利益 保护了一般人的利益 一般的老百姓跑也跑不出去 只能在武汉当地生活 越穷的越倒霉 越穷的越倒霉 然后的话 放弃掉经济利益之后 解决了武汉的疫情啊 你看看台湾是如何做的 谁管一般人死活呀 就像我之前说的 我曾经下过一个定论 很久之前了 我说台湾不可能做出来隔离 为什么 台湾是一个人情社会 台湾为什么是一个人情社会 好好的看看台湾的中上阶层 都是什么样的人 这些人掌控了台湾最主要的资源 这些人没人敢得罪的 在台湾 警察你能拦得住这些人吗 一个地方派系 家里边有权有势的 一个整个家族都是 都是家族家族这种形式 你让这些家族的人 你说啊 那个什么 我们要隔离你 你看看这些家族的人会怎么办 找立委啊 找政府官员呢 哪个警察让他隔离的 直接收拾你 大家明白吗 台湾就是这种社会 人情社会 选票啊 立委的选票都来源于这些地方派系 你敢得的这些地方派系 用隔离的方式 你敢隔离他 他如果不想隔离的话 那立委还有选票吗 就这样的简单 台湾就是这样的社会 然后的话 顶层的人可以享受无尽的待遇 中上阶层享受无尽的待遇 底层人 爱死此情 为什么不隔离 为什么不补筛 补筛对于一般人 其实是最有保护的 为什么 他都有背后的逻辑的 只要你补筛 你才能知道这个社会里面有多少人 感染了病毒 有多少人没感染病毒 中间在一隔离 然后你起码保护了这些没感染病毒的 拿了疫苗一打 然后这些没感染 没感染病毒的人就健康了 然后也不怕 也不怕病毒了 疫情也就解决了 台湾没法做 台湾为什么没法做啊 大家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台湾为什么不法做 我那个什么 我去普筛了 企业怎么办 对不对 我一普筛之后就是隔离企业怎么办 如果一个企业里边筛出来几个了 筛出来几个 得了新冠病毒的 那我这企业一隔离 我企业就没法做事了 对不对 我这企业背后 我是一个派系 我后边有一家族看着呢 然后或者说我跟哪个议员是亲戚 我看你你谁 警察你敢隔离我 你隔离一个试试 倒霉的谁 倒霉的一般老百姓啊 一般老百姓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有了疫情之后啊 有钱的啊 家里边有有产业的那种 自己在家待着躲病 躲疫情也行 不出门也行 穷人都得出门 为什么呢 一天不出门 一天饿肚子 一天不出门 一天没吃的 一天不出门 也一天没有钱赚了 倒霉的都这些人 就算是啊 这个世界弥漫了疫情 穷人都得往外去跑 都得去跑 然后去赚钱去 想办法把钱赚回来 假如家里边再有个孩子 要养什么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你都更惨 倒霉的全是一般人 一般人必须自己直面这场疫情 有钱的 有产业的 往家一顿 没事了 可是你就看一看台湾的这些政党 谁为这些一般人去着想 谁为这些穷苦的人去着想 有钱人都去美国打疫苗 去来大陆打疫苗 坐着飞机就来了 然后打了疫苗 高高兴兴的回家去 然后去那边 去美国再消费一番 买点 那么拨来品 台湾的词 拨来品 买点拨来品回来 高高兴兴的回来了 一般人怎么办 民进党管你吗 国民党管你吗 天天在上面给扯皮 每一个政治人物都爱惜自己的政治群毛 包含什么柯文哲 等等一系列的整个人物 爱惜着呢 一句实话都不再说的 就六个字 普筛隔离疫苗 就这六个字 哪个人去做 实行是什么 监督的 自己的权利了 监督执政党的权利 谁实行了 就这六个字 没有 你不实行这六个字 你不普筛 不隔离 不找疫苗 倒霉的就一般人 可是走到了今天 台湾的疫情看到曙光了 9月份 9月份的曙光就要来了 这个来了 他的前提什么 前提是中国输了 大陆输了 大陆为什么输啊 大陆为什么输 我放弃了 我不加什么复辟态的商标了 我不加什么 包含什么上海复兴字样的一些包装了 我不加了 这些商标 上海复兴这些字样 我都不加了 我让了 我让了之后 台湾的一般的老百姓 有疫苗可大了 不然谁管呢 对不对 那得要这个面子 绝对不能让台湾老百姓看见复辟态三个字 千万不能让台湾老百姓看见什么复兴这两个字 上海复兴这四个字 不能看见 对不对 台湾老百姓打不上疫苗 不行 就不能看见复辟态 就持续怎么干 所以呢 大陆输了 蔡英文赢了 赢麻了 然后的话 一般的老百姓 那就有BNT的疫苗可以打了 好吧 今天这期就聊到这了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